中国重器连续三年开展质量提升工程 竞争力明显增强 市场实现逆势上扬 最近一场精彩的重卡漂移表演在杭州举行 同心园 定点入位 原地烧胎等一个个高难度动作 让现场观众惊呼不已 甚至在司机跳出驾驶室后 重卡还能够原地360度旋转 首先制动有效 而且表现它的转向灵活 操纵性好 只有这样的性能才能实现我们原地烧胎 高难度动作显示了整车的高质量 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重卡行业增长停滞 这种情况下 中国重器连续三年开展质量效益提升工程 产品结构实现升级 自写车牵引车等高附加值车辆迅速占领市场 特别是和德国慢公司合作后 先进企业的管理理念 测试方法和技术转让 更是极大提高了国产重卡的质量水平 今年1至11月 在重卡行业全面下滑的情况下 中国重器累计产销整车16万2000辆 出口21000辆 销售收入608亿3000万元 这个不仅是销量比去年有7.5%的提高 这个收入有10%以上的增长 特别是这个效益指标比去年还增长了46% 质量提升使竞争力显著增强 根据规划 2015年中国重器将实现整车销售20万辆以上 主要指标增长12%左右 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个百分点